还得是看五人呢 馅料像不像切糕 五人月饼好不好吃 关键在意它的馅料 腰果100克 八蛋木100克 核桃100克 南瓜仁100克 杏仁片100克 白芝麻100克 准备好的果仁放到烤箱里面 120度烤15分钟 果仁烤好了很脆 但是要先把这些大粒一点的果仁给它切小 核桃给它切小一点 核桃 八蛋木一分为二就可以了 八蛋木 腰果 杏仁片 白芝麻 橘子皮50克 冬瓜糖20克 肉脯50克 火腿100克 烧烤酱30克 五香粉10克 灰皮粉5克 盐巴30克 高粉100克 香油50克 然后搅拌均匀 冬瓜绒500克 给它们抓拌均匀 所有的馅料就给它均匀的揉搓 这个五人月饼好不好吃 关键在这个馅料 五人月饼的馅料制作完成了 现在制作一个月饼皮 400克中间面粉 在中间打个窝 加入100克花生油 280克糖浆 8克碱水 现在就把它们混合起来 这个饼皮呢 就给它揉搓均匀 这样子光滑的粉团就可以了 盖上这个保鲜蛋 给它鲜发10分钟 馅料已经调好了 这个是饼皮 开始分一下馅料 这个重量是80克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滚圆 然后现在倒饼皮 饼皮大概重量是38克 饼皮跟馅料是已经分好了 现在就给它包月饼 饼皮给它滚圆 然后再压一压 压成一个饼状 薄了 然后把这个馅料放到里面去 盖过去 然后就给它包起来 再给它滚一滚 把它滚圆 这时候撒上一些干粉 防止它沾连 滚一滚 就可以放到模具当中了 放到模具里面的时候 再轻轻给它压一压 就放下来 再用这个模具给它按压 按压成形 现在出来 最后一个 五人月饼准备好了 现在拿去烤 烤箱预热到200度 然后把这个月饼烤到中间 回进去 给它烤10分钟 做一个蛋液 一个蛋黄 5克水 5克油 给它搅拌均匀 这个就是蛋液了 已经烤了14分钟了 拿出来刷一下蛋液 蛋液要刷薄一点 已经刷好蛋液了 现在放进去再一次 烤10分钟 这个五人月饼就放凉了 现在开起来吃试一下 烤的颜色也特别好看 哇 这个五人馅料确实很OK 这个馅料用的很足 所以这个月饼特别香 五人月饼好不好吃 关键在意它的馅料 腰果 八蛋木 核桃 南瓜仁 杏仁片 白芝麻 120度烤15分钟 果仁烤好了 很脆 核桃 八蛋木 腰果 杏仁片 白芝麻 橘子皮 冬瓜糖 肉骨 火腿 烧烤酱 五香粉 桂皮粉 鹽巴 高粉 香油 然后搅拌均匀 冬瓜绒 给它们抓拌均匀 这个五人月饼好不好吃 关键在这个馅料 400克中间面粉 加入100克花生油 280克糖浆 8克碱水 混合起来 这个饼皮呢 就给它揉搓均匀 给它鲜花10分钟 开始分一下馅料 这个重量是80克这样子 饼皮大概重量是 38克 现在就给它包月饼 饼皮 给它滚圆 然后再压一压 压成一个饼状 很薄了 然后把这个馅料放到里面去 再给它滚一滚 把它滚圆 放到模具里面的时候 再轻轻给它压一压 就放下来 再用这个模具给它按压 按压成形 现在出来 五人月饼准备好了 现在拿去烤 烤箱预热到200度 然后把这个月饼放到中间 推进去 给它烤14分钟 做一个蛋液 一个蛋黄 5克水 5克油 给它搅拌均匀 这个就是蛋液了 已经烤了14分钟了 拿出来刷一下蛋液 蛋液要刷薄一点 已经刷好蛋液了 现在放进去再一次烤好看 10分钟 这个五人月饼已经放凉了 现在开起来吃试一下 烤的这个颜色也特别好看 哇 这个五人馅料确实很OK 月饼还得是看五人呢 真的是特别香 这个馅料用的很足 所以这个月饼特别香